Hello 各位野里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 大家敲碗敲很久的 我们的杨开王杨教授 教授好 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 教授今天就是有 你知道大陆其实连着好几年 从2021年一直到今年 2022、2023连着三年 其实都提出了这个倡议 而且我认为提出了这三分倡议 其实对于这个全世界的未来 跟国际政治的格局 其实影响非常的大 因为其实从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上任之后 在他的任内 他总共提了四份的 所谓的全球倡议 第一份就是2013年的 一带一路倡议 这个就是跟大家发展 或者开发中国家 要如何未来的发展的方向有关 在2021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在 联合国的大会上面 他是透过视讯的方式 发布了一个全球发展倡议 同时他在2022年的时候 他在这个博鳌论坛上面 他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 以及在2023年 也就是今年的时候 他发表了一个叫做 全球文明倡议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 峰会的这个会议上面 其实这三份倡议 其实很多的国际专家学者 都在解读 说对于未来的世界 国际政治的格局 会有影响很大的一个状态 那教授您怎么看 这三大倡议的部分 对我想 这个回顾一下 中国大陆的对外关系 特别是要注意到 就是他对整个国际局势 未来一段时间的 国际局势的判断 那么这里面我们不得不 说毛泽东 他在拿到政权以后 他的判断是将来这个世界 会分成社会主义阵营 跟资本主义阵营 也真的是分成这样 两个阵营 那么这两个阵营 一定是激烈的来争夺 这个世界的领导权 那么所以他会讲 我们要一边导 导向社会主义 并不是导向苏联 是导向社会主义 导向这一个信仰跟理想 来治理中国 来治理中国 那么因为他这样判断 所以他在毛泽东的时代 对于对外关系 大概就是要防卫自己 要跟资本主义做斗争 做斗争 这也是为什么 他在国内国外都很警惕 所谓资本主义 在国外不要讲 国内为什么会有 文化大革命 就是他过度的 敏感 认为资本主义 有时候就会 在领导阶层 也会有资本主义 所以他要一次一次的 去发动 党内的斗争 把资本主义的苗头 把它打掉 但是中枢冲突之后 中国共产党 受到的压力就很大 因为当时在社会主义 跟资本主义斗争的时候 老大哥是苏联 那么他最多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二 所以压力没那么大 压力没那么大 等到苏联跟他翻脸 就是社会主义阵营老大跟老二翻脸 那直接大军压境 就造成共产党的压力 就特别大 特别大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毛泽东就开启了统战 作为他对外关系的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那么于是 我们看到70年开始 就有中共加入联合国 1972年的上海公报 乃至于1979年的建交公报 所以这个就是除了冲突 敌对斗争之外 又有统战 那么这个都是为了 自己国家或者自己政权的 这个安全而设计 那么到了邓小平时代 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 虽然还是分成社会主义阵营 跟资本主义阵营 但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了 而且在毛的时候 这个中国大陆已经跟美国 所谓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建交了 建交了 所以这个时候邓小平判断了 未来的世界 同时我还要说一下 如果我们回顾70年代的话 有这个能源危机 有所谓赫尔辛基协议 有这个核不扩散协议 各种协议 所以虽然两个阵营还在斗争 但是两个阵营也在谈判 对 当时有一句国际关系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低档 叫tayton 是霸文 低档的意思就是说 还是斗争 但是没有那么激烈 大家可以相互 还是可以交流 可以往来 所以邓小平就判断 在一段 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 和平跟发展 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国际主轴 就是大家都要用发展 来战胜对方 而不是不再是用 武装冲突 战争威胁 不再说 就是我要证明 我发展的比你更好 对 所以邓小平就提出 和平与发展 是时代的主权力 那么中国大陆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一心一意模发展 全新 全意的搞建设 那么这样 中国在他的 国际局势的判断之下 就是开始放弃 所谓斗争的思想 完全跟可以合作的对象 不管你是什么主义 只要可以合作 帮助中国发展 我们都欢迎 我们都欢迎 那么也因为这样 所以经历过 邓小平 江泽民 到胡锦涛 那么中国大陆 这个 这种发展 就变得 让世界 这个刮目相看 那么我们 我讲这两段 主要是回顾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 对未来他所处这个国家 或者这个政权 所处的一个未来环境 的一个判断 从而就决定 他的国内政策 应该怎么来应应 怎么来应应 所以国内跟国际政治 跟这个外交政策 它是联动的 对 联动的 那么判断的准 那么国家就发展的好 对 判断不准 那么国家就发展 就会有问题 那么习近平呢 习近平最大的一个判断 是2017年 在他跟中国 周外使节的一个会议 2017年的5月 他讲一句话 说我们现在碰到的是什么 碰到的是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真的 真的 百年未有的变局 这个变局啊 其实中共也不知道 会变到哪里去 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变局最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美国要对中国大陆 就是川普那个时代 开始要竞争了 对 开始要 应该说是要斗争了 应该说是要斗争 美国用词叫竞争 对 遏制中国的崛起 对 用各种方法 用各种方法 那么已经 而且已经看到美国的国内 都有这样一股仇中 反中的一个 舆论 而这个舆论呢 在美国利用他的 国际话语权 就影响到整个西方 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个舆论呢 因为 全球化以后 美国只有少部分的人 获得巨大的 这个利益 而绝大部分的美国人 都因为美国的产业外移 美国的这个服务业 外包 所以呢 美国剩下就是金融业 对 但是金融业可以用的人 相对少 而且呢 要学历比较高的人 对 要精英分子 你不是精英分子 你在金融业混是吗 对 就是放人家耍耍地而已 对吧 对吧 所以呢 就业的 这个失业的人很多 那么 美国政府自己 不愿意负这个责任 不愿意负这个责任 因为事实上是 美国的资本家 把他的工厂 把他的制造业 把他的服务业外移 对 为什么要外移呢 因为要全球化 因为要降低成本 为什么要全球化呢 就是 让所有的生产要素 都放在 最有利的位置 是 这样呢 他可以用最低的成本 制造最多的东西 然后占有全世界的市场 对 从而他可以 发大财 那可以发大财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底下呢 真的是资本家 就赚钱 然后一般老百姓 就受苦 对 那么美国政府呢 不把这个问题 故意不讲 他的原由不讲 而是说什么 中国人抢了我们的工作机会 就他换个方式 然后讲那个 四四而非的话 对 因为你说是不是 工厂是不是移到中国 当然是啊 因为中国有最完整的产业链 有最勤劳 勤奋的人民 也有相对高素质的工人 对 对不对 高素质工人 所以移到那里是最好的 我们只要交一交 马上就可以 就上手就可以做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资本家的行为 美国呢 把他说成是中国 然后中国偷我们的技术 中国这个用市场换技术 这个偷有没有 有 但是世界上 除了英国这个现代化的国家 他没有地方偷 以后所有的国家 都是偷前面那个国家的技术 他不偷 他怎么发展起来呢 因为偷最快 对不对 但是大部分的国家都是 一段之后就开始自己发展 对 刚开始一定是用这个 那中国呢 用市场换技术 这个也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你可以不给啊 对啊 你要放弃这个市场 你就不给技术就完了 对啊 对不对 这是两厢情愿 但是美国从来不这样 告诉他的人民 只告诉一面 这就是所谓 后现在的这种传播手段 传播手段 只讲对我有利 但有没有事实根据 有 但是是部分的事实 那是根据 部分事实 那么这样就影响 整个美国群众 所以为什么共和党跟民主党 在所有的问题都有矛盾 在仇中反中论上没有矛盾 对 因为美国的舆论教育 美国的老百姓 已经这么多年都告诉 我们之所以失业 是因为中国强了我们的工作 中国讲 所以开始在美国的这个土地上 开始仇恨亚洲人 这个辱骂 殴打这个华裔的 这个人 这就是这个 那在这种形势下 这个是第一个 将来会怎么样 在2017年的时候 其实中国也没有把握 究竟会怎么样 不知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科技的 这个神速的发展 我以前在您的节目里面讲过 过去是人 引领这个科技的发展 人需要什么 然后把科学的技术 科学的原理转换成为 我们可以利用的技术 对 把这个技术 拿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但是今天的发展 已经远远超过了 我们人类可以控制的 人类可以控制 比如说我们人类 真的需要 这么先进的这个手机吗 没有 其实你手机里边 大概用到的功能 大概也就那几个了 对 但是它的功能 一大堆 你要用真的很多 但是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没有关系 它还是每隔半年 每隔一年 推一个新的出来 对不对 然后经过它的宣传的包装 广告的包装 洗脑的方式 让你会把可以用的东西 不要再去追逐 它那个最新的东西 没错 所以科技的发展 使得人类 想要的越来越多 而不知道自己 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是 不知道 那么这样你才能迎合 资本主义的 这个市场的扩张 所以每个人 想要的永远不会满足 需要的其实只要一点点 就满足了 就满足了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 科技到底会把人 带到什么地方 我们不知道 对 这个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应该就是在 今天还是昨天 美国人造子宫 四百多个 他那个工厂 人造子宫 弄一个美国 这个妇女母体的那个环境 然后你所有的女儿都通通放在那个里面 所以 这个女生就不用怀孕了 不用怀孕 没有怀孕 这个身子分娩的痛苦 没有这个 而且他那个宝宝呢 绝对健康 因为所有都是电脑监控 电脑监控 应该该给他吃什么 给他什么样的营养啊 养分啊 对 那你想想看这样的 当然这个科技对人的 这种人类社会的这个挑战 就变得越来越 这个 越来越奇怪 对 或者是越来越 让人越来越害怕 越来越慌张 越来越慌张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科技的发展 也是变局当中 很重要的因素 很重要的因素 然后呢 中国自己的发展 也一样 究竟 已经到了这个 完成了 这个现代化的两步骤了 那下面该怎么办 所以 习讲2017年讲这个 为百年未有的变局 包括这三个 一 是美国对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现在不知道 没有把握 科技的发展会 对人类有什么影响 也不清楚 然后中国下一步 该怎么走 该怎么走 当然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怎么继续走呢 也不因为 马克思 这个学说 已经 已经 用完了 到头了 已经到头了 没有 没有办法再指导 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 才看到说20大以后 又提出新的战略 2035年 是社会主义 现代化 2050年 是社会主义强国 这是 就是因为因应变局提出的一个奋斗的方向 提出奋斗的方向 那你这样就可以了解 就是中国面对这个变局的时候 它有了这样一个变局的判断 然后一切的内政 外交的主义 大概都是要让这个变局 变成人类可控 对 至少从大陆的态度 角度来讲 我可控 对 不让 因为我们知道 人类都会向往未来 不然我们 为什么算命 到了现在科学时代 还在算命 对 还在算 各种算命的方法 对 而且我们大家都 都希望 不管你信不信 听一听 对你心里总有影响 不管你信不信 总有影响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就可以发现 人对未来一定好奇 对 但是今天 科技的发展也好 人的意志也好 已经到了 人事实上可以 某种意义上 创造一些未来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做什么努力 我们就会面对 什么样的明天 是 这个是邓小平 习近平 他讲 这个 大变局的 这个 背景 然后 我们根据这个背景 来看 来阅读您刚刚说的 这个三个创意 三个创意 就觉得是非常 非常有意义 好吧 是 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 就是其实像 全球发展倡议当中 他有提到了 这个六个坚持 坚持发展优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普惠包容 坚持创新驱动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和坚持行动导向 这六个坚持 那其实安全倡议当中 也有六个坚持 然后以及二十点的 这个重点的合作方向 那其实这个安全倡议呢 是在2022年提出的 然后呢 在2023年2月份的时候呢 他又提出了一个这个 这个全球安全倡议的概念文件 就刚刚跟教授讨论过嘛 其实他是为了因应而无冲突 之后的发生的一个状况 去发出来的一个概要文件 那在2023年的时候呢 提出的这个文明倡议呢 这包含了这个四个共同倡导 就一方面要希望大家 尊重文明的多样性 那同时呢 也要去弘扬全人类的 共同价值和和平 那希望能够重视文明传承 和创新 以及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和合作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个倡议呢 其实他的包含的程度都很广 但是简单就是要照顾 大家对于安全上面的需求 大家对于文明的尊重 以及大家对于发展的那个期盼 就是不能从一个国家的角度 来看全世界 就我可能美国独强独霸就好 应该是全世界 所有的国家 大家一共好 那教授您怎么看 就是这三大倡议发布的内容 我想就像你刚刚说的 这个看这个三大倡议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他发布的时间是什么 我们看他发展的倡议 是在2021年的9月去发表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从2020年的元月开始 人类进到新冠疫情 到2021年的9月呢 事实上已经两年多了 已经快两年了 已经快两年了 然后这个后面还会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而这一段时间呢 是全球的经济活动 人员交流受到巨大的影响 都受到巨大影响 几乎啊 已经到了这个按一个暂停键 人类的活动按了暂停键 这个阶段 所以呢 前面我们讲变局 那么又碰到这样一个 重大的这个全球性的疫情 人类是不是会更慌 对不对 未来是不是会更迷失 更不知道该怎么办 更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中国就站出来 因为这个时候世界的各国 都在慌忙的去抢疫苗 慌忙的去设围栏 然后阻止别人的进来 然后这个 这个有的国家 而且各个国家的防疫的步骤 又不一样 那既然这个是一个流行 而且当时来讲 致死率比较高的一个 这个新冠肺炎来看 应该是这个通力合作 因为流行病 它是不管你是什么人种 不管你是什么意识形态 也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政权 它要 只要你 你这个人员流动 它就会这个传染到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隔离 但是我们又看到 当时很多国家就躺平 比如说美国 英国 欧洲 这些国家一讲 隔离就有人出来抗疫 这是我们人权 反正人都会死 我寝宿得新冠 它就 你可以这样死 但是别人不能这样 不一定跟你 有同样的看法 所以这个时候 人面对的 人类面对的 更迷茫 更迷茫 那么美国呢 存集了十几亿的 这个疫苗 就是不给别人 对不对 因为面对这样的问题 除了隔离 就是打疫苗 就是打疫苗 那么美国这么自私 这么自私 所以让世界的人更慌 所以这个时候 中国呢 就不得不起来说 那我们实在应该 携手合作 来对抗这个疫情 然后只要疫情 大家都遵守某种规范 其实疫情不能够 对人类的危害 我们是可以控制 那一控制 能控制的好了之后 那么我们 每一个国家的内部 就可以开始 自我运作 自我发展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呢 事实上是针对 这个 当时人类 对于人类发展 经济发展的前途 受阻 所发出来 这是第一个 是 教授我们稍待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 就是真的三大参与 后面的整个 这个完整的解析 好 哈喽 各位支持 苏恒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呢 苏恒带来一个 非常重要的消息 要跟各位分享 那就是苏恒的这个会员 已经正式开通了 各位呢 如果说支持我们的话 拜托拜托 大家要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到野理会客室 刚刚教授呢 已经帮我们介绍 整个三大倡议提出的 那个整个背景的状态 其实是一方面是因为 这个大家对于未来的变局会如何 没有人知道 然后也不知道到底 中美之间的竞争会变成什么样子 然后科技的引领 会把人类带到什么程度 所以在那种状态之下呢 其实后来呢 就提出了很多的 大陆呢 提出了很多对于未来的一些想法 那就是教授 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三大倡议的部分吗 对我们刚刚提过 就是发展的倡议 事实上是因为疫情 而让人类按了暂停键 使得人类呢 对未来更加的迷茫 更加迷茫 这个时候中国 以这个全球性大国的身份出来 登高一呼 等于说是 让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这个不要慌张 只要对于疫情 我们可以合作来控制 那么我们这个发展 事实上很快 就可以 这个 就可以恢复到这个过去 这样 然后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告诉我们 我们将来的发展 不是一花独放 而是大家要共同合作 要包容 要一起 就是您刚刚 前面 那时候说的 就是一定是大家一起发展 那么这个世界才会 这个百花齐放 这个世界才会漂亮 才会 这个 才不会相互的这个猜忌 相互的怀疑 相互怀疑 这是他 第二个呢 就是2022年 2022年 他提出这个安全倡议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也可以 看得很清楚 这个时候呢 这个疫情还没有过 而世界的这个纷争 还算是 还是蛮 这个严重 但是一个 最严重的情况呢 就是中美之间的 这个斗争 对 中美之间的斗争 那么这个使得各国 面临的是一个新的环境 第一 美国是各个国家 这个安全上 最重要的依赖 最重要的依赖 第二 这个 在经济发展上面呢 中国又是各个国家 最重要的依赖 对 对不对 这个 从数字来看 全球179个 这个国家 大概有120几个 是 第一大贸易国 是中国 剩下呢 是第二大贸易国 是中国 那么还有一些 当然190几个政治团体 跟国家 那么还有一些 大概都是第三第四 总而言之 中国已经是全球 经贸的大国 对 甚至于也是经贸的强国 强国 那这时候你要 中美之间 跟这个发生 这么严重的冲突 这么严重的这个斗争 那么我到底应该选谁 这使得许多国家 都在安全上 陷入一个困境 陷入困境 不知道该怎么办 该怎么做好 对不对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习提出 在博鳌论坛提出 特别 为什么博鳌论坛 因为博鳌论坛 都是东南亚这些国家 而东南亚这些国家 也是这个中美 新的斗争 最激烈的一个场域 对 一个是中国的周边 一个是美国全球战略的 重要支点 重要的支点 然后这个地方呢 又有像澳洲 当时还有像 印度 这些国家 态度非常不明确 态度非常不明确 很暧昧 这个使得东南亚国家 也很困扰 因为东南亚这些国家 就像我们如果熟悉 这个亚洲历史的话 亚洲唯一 没有被殖民的国家 有两个 一个是泰国 一个是 一个是中国 其他所有东南亚的国家 几乎都被殖民 对 而且被殖民的意思就是被白人统治 对 所以他们在文化上 在基因上 本能的 会跟着西方世界走 对 但是今天呢 中国又成为他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那么这时候 他们就很为难 所以在波奥论 提出安全倡议 提出安全倡议 那么这是 当然我们 重点还是要看 到了20 这个 2023年的 2023年的时候 他们安全倡议 又 又这个 又进一步 这个扩大 进一步扩大 为什么进一步扩大 这个安全倡议 还有一个背景 就是这个 俄乌的冲突 对 在2022年的 2月24号 俄国开始 这个对乌东地区 发动这个 特别军事行动 特别军事行动 那么这时候呢 在安全上 又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东亚这些国家呢 是在经济跟军事上 陷入安全的两难选择 欧洲的国家呢 是他们 在 1992年 苏联垮台之后 这个 照理来说呢 苏联垮台了 华沙公约就解散 那么对抗 华沙公约的北约呢 也应该要解散 应该解散 结果呢 没有解散 不但没有解散 他还大量的去吸 去这个 吸纳 这个 苏联 前苏联 解体之后 东欧的这些国家 把他纳到 北约组织里边来 那么这样大家就可以知道 这个 这个 北约组织 他原来就是对抗 苏联 现在是对抗俄罗斯 那么由于他大量的吸纳了 前苏联的这个 附庸国 所以呢 等于北约的这个军队 或者北约的安全线 就越来离莫斯科越近 对 越来离莫斯科 那么这个站在莫斯科的角度呢 他就觉得自己危险 对不对 觉得自己危险 不过这里我要 说了 说了 一句公道话 就是说 其实 普京大帝也好 梅德维杰夫也好 整个 俄罗斯 都是亲美派 都是亲美派 他们从1992年开始 包括叶律兴 都是亲美派 他们曾经五次 申请加入北约 对 五次申请加入北约 结果呢 他的附庸国都进去了 他没进去 他没进去 那为什么他没进去呢 因为他进去了 北约就不存在了 北约就欧盟化了 对 对不对 那你北约还对抗谁呢 还干嘛存在人 北约没有对抗的话 那美国在那边驻军干嘛呢 对 所以这一系列 最重要的影响就是美国 美国没有这个头号敌人 那么美国国家的军工复合体 就没有地方可以卖武器了 对 没有地方可以卖武器 而且也没有理由去增加预算 没有理由增加预算 那么军工复合体 除了卖武器给全世界之外 就是卖武器给美国的五角大厦 对 那五角大厦不买了 那军工复体不就 和西北红了 就完蛋了 对不对 所以军工复合体 他们所控制的美国领导人 美国总统 拒绝了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经过五次羞辱之后 他才觉悟 然后眼看着人家一直逼近 我自己要参加你 你说得好好 你又不愿意 你又不愿意 如果我参加 那你这些富裕国参加 也没有关系 对不对 也没有关系 所以才有2014年 克里米亚事件 苏联把克里米亚夺回来 拿回来 然后有一个明斯克协定 就是在乌东地区的几个州 必须可以有自治权 乌克兰人不可以对这个地方的 俄罗斯人进行迫害 这个地方俄罗斯人45%不少 其实很多 对 蛮多 这几个州 这个蛮多的 蛮多的 所以为什么苏联 俄罗斯把这个行动叫特别军事行动 他要救他的同胞 对 没错 救他的同胞 所以他才用这个 用这个名词 用这个名词 OK 那么这样呢 这个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 采取特别军事行动 那么因此中国大陆 就觉得在世界各地都有这种安全的困境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安全的困境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美国在后面挑逗 因为美国是没有战争 不知道该怎么发展的一个国家 确实 美国不知道和平可以让国家发展 他认为只有发战争才 这个火中取 他才能够取利 他才能够发展起来 他真不知道和平怎么发展 所以卡特总统才讲 我们建国两百多年 打过一百多 只有十六年没有战争 他其实平均下来 大概每一年都在打仗 对 只有十六年 好像建国以来只有十六年 没有战争 对 那么这样一个国家呢 他整个发展都建立在战争的基础上 所以他不断的要挑逗别的国家的不安 别的国家不安 所以这一份的文件呢 在东亚针对美国 在欧洲也是针对美国跟西方 这是安全 所以今天的安全自治 就来自于美国和帝国主义 不肯放弃 他原来的侵略思想 那么最后一个呢 是文明倡议 我们可以看到文明倡议 2023年的这个 这个四月份 在三月 2023年的这个三月 在这个共产党与世界各政党对话 我们要注意啊 前面几个都是针对国家讲的 那么这个呢 是针对政党讲的 针对政党讲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文明这件事情啊 在西方啊 它包含了某种意义的宗教 我们讲基督教文明 回教文明 儒家文明 佛教文明 对 我们讲这三个东西呢 其实背后都有宗教 或者内宗教的意涵 对中国来讲 包括您刚刚讲的 这个佛家 都没有 这个宗教意涵 有没有 有 但是呢 它是多元宗教 多神论的宗教 对 多神论的宗教 比如说中国 中国人 对不对 小孩子考试考不好 我们会去拜文殊佛上 有时候去拜孔子 对 我们求子会去拜求子观音 对 对不对 反正 东方的这些佛教这些东西 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佛 所以你只要心地向善 然后本我去追求 那么你就可以提升自我 你就 人性就是佛性 佛性就是人 这个对于 穆斯林的这个 伊斯兰文化 跟这个基督教文明 这是无法理解的 无法理解 他们都是一神教 都是一教 所以讲文明的时候 就带有一种真理的战争 对 那么真理战争 在这些西方的国家 不管今天是不是政教分离 他们国家的文明 都是带有宗教色彩的 一元化的这种真理观 所以你要跟他讲说 你的真理要容下我 我们大家一起发展 他完全听不 因为他的脑筋里面没有这一套东西 就世界上只有一个上帝 对 他没有这一套东西 所以他听不懂 他听不懂 那怎么办呢 但这个东西又要讲 又要讲 因为世界本来就是 因为它的多元而精彩 因为它的多元而让人觉得 可可以去追求 如果是完全是一元了 那等于命定了 那命定了就不追求 也没什么好追求 对没什么好追求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不跟国家讲 跟政党讲 比较软性一点 希望政党能够从这里 找一个突破口 去欣赏别的文明 从别的文明 吸取自己文明当中 值得改进 或者是值得修正的这些地方 所以他每一个讲的对象 都有他的设定的一个对象 对 那为什么最后讲这个文明呢 就是因为未来 你不太可能去灭掉别的宗教 不太可能去灭掉别的文明 不可能 不像以前十字军东征 这样子搞 对 就是大家已经经不起这样的 这个灭绝式的杀戮 所以你只能容忍 那么什么是最好容忍呢 相互尊重相互学习 对 所以他每一个倡议 都有他一个时代的背景 都有他对未来的一个呼唤 和对未来的一个需求 好不好 大概 他的背景 大概是这样 是 非常感谢教授 帮我们介绍了一下 整个这三大倡议提出来的背景 以及为什么 他是挑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 去提出他的倡议 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哈啰各位支持苏恒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苏恒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要跟各位分享 那就是苏恒的这个会员 已经正式开通了 各位如果说支持我们的话 拜托拜托 大家要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到野里会客室 刚刚教授有帮我们介绍了整个提出的背景 以及他为何提出的这个场域 是选在这些地方 那其实呢 这个提出倡议之后 最重要的是要如何去具体的落实 这件事情呢 才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这两年 我们大陆呢 很认真的在告诉大家说 究竟为什么 这三大倡议我们要这样提 那我们要如何继续开始下去进行 像王毅 他也有在一个 这个发展小组当中 他也有去做一些这个 这是要宣传吧 那有一百多个国家 阐述 进一步的阐述 对 那有一百多个国家呢 加入这个小组 那其实在这次的 香格里拉会议当中 这个李尚福国防部长 那他呢 其实呢 他也有就是 发表了一篇安全上议的演讲 进一步的阐述 是 那就是教授 就是他们其实 倡议发布之后 就要开始做具体的行为和动作 那这时候你怎么看 就是他们在哪些的部分上面有像是一个具体的呈现 对 我想这一点啊 是值得我们大家更进一步去重视的 因为像我们看到联合国其实也有很多的倡议 比如说永续发展啦 比如说2030的议程啦 这个agenda什么等等 但是呢 他是要靠其他国家去执行 去执行 这个别的国家呢 也有一些倡议 但是在国内呢 可能执政的时候可以执行 而中国大陆呢 他的这个倡议是针对世界 也针对未来 那么让人看到的比较 比较不一样的就是 我们迄今为止看到三个倡议 发展安全跟文明 其实他都有实践中国大陆努力去实践的这个这个范例 可以证明说这样做是对的 这样做是有利于人类未来的 这样做是人类可以共存的 对 可以共存 第一个呢 发展参与 发展参与就是您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一带一路的倡议 对不对 那一带一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其实已经做得非常 这个全球响应的这个国家呢 应该说是越来越多 对 越来越多 很多国家也因为一带一路发展得非常好 对 当然像西方的国家还在拒绝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金砖国家 上河组织 亚非拉 南南的这个国家 应该是都希望 中国的一带一路能够把他们带进来 大家一起来 这个发展 一起来发展 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像中吉乌铁路 像这个 中老铁路 中老铁路 还有印尼的这个 那个 亚万高铁 亚万高铁 这个都是中国帮忙 最近大概泰国也会有 泰国也会有 中泰高铁 对 也会这个修 因为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 它最大的一个本事呢 就是利用高铁 把这个原来海权国家 最重要的这个海上运输 不卡在那边 对 但是高铁呢 如果大家可以合作 去维护铁路的安全 那么这个其实是 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 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这是 所以将来除了 如果这个 这个亚洲 中亚 中东 欧洲 都连起来 再加上 这个欧洲到非洲 也连起来 那这样的话 这个 所谓 大陆岛 的一个形式 就形成了 就形成 这里50多亿人口 形成一个 松散的 但是 极为诱人的 一个巨大市场 对 巨大的市场 所以 美国为什么要阻止这个 西方国家 为什么要阻止这个 特别是海权国家 英国跟 日本跟 美国 为什么要阻止 因为他们过去 是靠海权 那么一旦 中国这个一带一路 的发展实现 那么就是整个 陆泉的复兴 对 陆泉的复兴 那么这个针对 海权国家 那这是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 致命的 这个打击 但是呢 我们也要注意到 其实中国并没有 放弃海权 不然不会有一带一路 对 一带一路就是 海权 他也希望 能够照顾到 他不是想孤立 这个美国 或者孤立美洲 他并没有这样想 所以我们看到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这些国家都希望加入 这个一带一路 中国也张开双臂欢迎 那他们加入一带一路 什么 当然用的还是 这个轮船 还是这个货柜 这是发展的 这个倡议 发展的倡议 而且这个 发展倡议呢 是包括了几大文明 对不对 儒家的文化 伊斯兰的文化 欧洲的基督教文化 这些都被 cover在里面 对 大家一起来 这个发展 一起来发展 第二个呢 是安全倡议 安全倡议 在这个之前呢 其实 习近平说过 世界有几个赤字 和平赤字 安全赤字 治理赤字 对 跟发展赤字 对 这几个赤字 那么他 这几个倡议啊 就是要针对 这几个赤字 去做弥补 去做弥补 那么 如果安全有了 发展有了 文明有了 那和平 当然就来到 对 当然就来到 所以呢 他没有 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所谓和平倡议 是讲的是 另外的几个 那么安全倡议呢 应该是和平倡议的基石 对 最基础的东西 大家觉得安全了 你就不会担忧 不会忧虑 不会害怕 不会天天想到去 自己的这个不安全 要增加军备 要增加 不会 所以 要什么样的安全呢 用过去的 帝国主义的那种安全 他是自己的安全 建立在别人的不安全上 对 用自己的绝对安全 来保障自己 但是不保障 对 不保障 那么 中国大陆提的安全 就完全不一样 叫共同的 这个合作的 包容的 可持续的 这个安全 那么换句话说 是用利益捆绑的方式 来 用大量的交流 你这里边有很多我的人 我那里边有很多你的人 这样我们就 不能打 因为打 我们里面这些 一族怎么办呢 对 对不对 就是不能打 所以他用这种 所谓包容的 可持续的 合作式的 这个安全观 希望建立一个 新的 这个安全观 新的安全观 那这个安全观 要远比原来帝国主义 这个所谓的绝对安全 要强得多了 是 要强得多了 因为 大家就可以真正的 这个 对于 用武力 所建立起来的 和平 所建立的安全 做一个彻底的反省 做一个彻底的反省 那么 特别以 俄乌战争 恩为例 他倡议这个 让更多的人看到 是不是这个世界 或者说我们人类 可不可以有 另外一种的安全观 那么这个 他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不断的提倡 恶乌 要用政治解决 要用谈判解决 怎么谈判 要彼此尊重 先放下 先停火 再来谈判 然后呢 各国的合理安全 关切 我们都要尊重 是 都要尊重 对不对 你不能再回到过去那种 所谓绝对的安全观 那么 这是 在 触动 推动 所谓俄乌的 这个 和平倡议 最近 李辉 去走一圈 也是为 也是为这样的 这个事情 甚至于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伊朗跟 沙烏地阿拉伯 宗教之间的斗争 斗了这么久 也是中国 从其中 传真引线 让他们 那么这样呢 你可以看到 今天 这个 中东 世界的合作 就变得非常快 埃及啊 那个 土耳其啊 也都可以 对 埃及 土耳其 叙利亚 这个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这些国家 有的跟 沙烏地阿拉伯 并不是那么友好 因为 这个 有的是逊尼派 有的是实业派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都可以组成 甚至于组成 海上的联合 这个舰队 对对对 联合舰队 保护自己的财产 对像这个 阿联酋 或者我们叫 联合国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他就 放弃了美国 不加入美国 加入到这边 对 加入到这边 所以这个都是 这个 慢慢的大家看到 自己的 一元 的这种宗教观 有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愿意开始去 试着 去尊重 去接纳 去倾听 不同的声音 是 那么这样安全了没有 当然就更安全 对不对 总比以前 这个 所以我不知道 您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 阿拉伯跟 这个以色列 不是 跟这个 伊朗建交以后 他们两个做情报的 这个查核 对就是 B字查核 这个事情是你做的 这个事情是我做的 对对对 结果发现有很多 不是你我做的 对对对 这可见 有第三者在挑动 对 嫁祸于 那个对方 那这就证明什么 第三者在故意挑逗你们的 就是在破坏这个区域的 和平 对 故意挑逗你们的猜忌 让你们猜忌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安全倡议 相互包容 尊重 相互的这个合作 的这种方式 那么再加上 如果彼此利益 可以重叠 比如说我们看到 上和组织 伊朗跟沙古地亚都加入 对不对 然后这个 南南 对不起 金专国家 要扩容 伊朗 沙古地亚阿拉伯 也都加入 也都愿意加入 所以这就从原来的 史迪 世仇 这个是几千年的世仇 几千年都可以 化解 然后加到同一个 组织里面去 对不对 这样 我们再来看 他的文明倡议 就更有 就更加 有意义 更加有意义 他可以把 所以 进一步他希望把 以色列 跟中东 因为他们原来 这个以色列 的犹太教 伊斯兰教 跟基督宗教 他们三个的圣臣 都在耶路撒冷 对 他们是三教同源 三教同源 以色列的犹太教 他特别信奉的是 旧约圣经 对 基督教 后来就改信 新约圣经 这个伊斯兰教 自己有一套 对圣经的 其实你如果 两个去对比 很多地方相似的 可兰经里面 很多的神话 就是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的神话 圣经里面的神话 所以 他们是三教同源 所以中国也想到 能不能 做这样的事情 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让文明之间 不同的文明之间 相互欣赏 相互的 尊重 相互尊重 因为只有欣赏 尊重 倾听 然后这个世界 才能慢慢的融合 慢慢融合以后 不管是大家的发展 大家的安全 跟全球的和平 都会展现在 人类的面前 最后人如果 再进一步体认到 原来我们 只有一个地球 对 我们所有的人 其实命运是共同的 一个国家的污染 会影响全世界 一个国家的 这个 恶行恶状 霸凌霸道 会影响全世界 那么大家 共同踏法 共同摒弃 共同找一个新的 这个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是什么 就是人类 是命运共同体 对 我们可以共同发展 可以 这个 共同的来寻求 彼此的安全 那么让 不同的文明 相互欣赏 相互学习 相互尊重 那么这样 这个世界 未来的世界 就会 非常的 令人向往 我们人类对变局 也就不会有 不会那么样的 迷失 跟彷徨 所以呢 我觉得 中国大陆 这个三大倡议 是如您在 节目一开始说的 就是他 很多人都在讨论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 不仅仅是 中国式的现代化 把自己的国家 建立起来 他已经开始 走出第二步 这个第二步 就是为 未来的世界 提供 中国的智慧 和中国 给世界的 公共财 对 那么这个 公共财 是大家可以享用 大家可以丰富它 大家可以增添内容 增添内容 那么这样 这个世界 未来 就应该会 更有希望 是 好不好 对 因为我们有看到 就是大陆发布 这三大倡议之后 就 当然了 不是每个国家 都会出来表达说 我们支持这三大倡议 但是像新加坡的 这个副总理 像他就有在 他的 有一次在日本的 一个论坛上面 他就有表达到 他说 如果我们简单的 把这个世界 一分为二的话 所谓的二元对立 其实对这个世界的发展 并没有任何的帮助 他认为 应该要去尊重 不同的文明 跟不同的政治体制 去尊重每一个国家 对于未来发展的期待 这样才是一个 正确的方式 这我觉得他讲的内容 其实跟 大陆现在主张的 三大倡议的内容 是一模一样的 新加坡这个国家 是一个城市国家 是 但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 这个地缘战略 是非常的优越 同时 它又是在 东协国家当中 或者我们说 东盟国家当中 十个国家 发展最快 对 发展最快 而且是唯一的 东盟当中的 发展中国家 以高度发展的国家 对 所以 它虽然是一个 city state 但是 它无一行之中 把自己扮演成为 是一个 东盟国家的 发言人 发言人 所以新加坡 讲这个话的分量 等于是替所有的东盟国家 说 他们觉得 中国这个倡议 是可以的 是可以试一试 是可以试一试 人类不需要 一定就走西方那种 帝国主义 霸权主义的 那种方式 所以 这个 黄显才讲这个话 其实 其实不只是新 不只代表新加坡 是有分量 是有分量 是东盟的 十国 都有这样的一个 看法 都有这样的看法 所以呢 这个 除了东盟 其实我们还可以 举很多例子 比如说 埃及的学者 哈萨克的学者 土库曼的 这个学者 现在都纷纷的认为 中国大陆 所举出来的这些 其实对第三 N世界国家来讲 是 这个非常 值得倾听 而且是非常有希望 因为 这个世界 需要新的 治理模式 对 那么这些 发展中国家 才会得到 公平的 发展机会 否则 他们永远 是给帝国主义打工 所以 这个 发展倡议也好 安全倡议也好 文明倡议也好 会受到这么多的 这个 回响 这是 有他的道理 对 因为我们看到 就是现在整个 全世界的 所谓的政治治理的 制度来看 美国很简单 就是分为所谓的 民主跟专制 两大正义 但是我们发现到 从疫情开始 一直到现在 所谓的民主国家 其实对于他们的 整个治理来讲 大家都画上一个 大大的问号 那大家反而会觉得说 像大陆 他在这次的疫情表现 其实大家都认为说 是比美国英国来得好 更多的 所以如果说纯粹就所谓 划分所谓的民主跟专制的话 那是一个很奇怪的 一个划分方式 过去美国为了对抗苏联 把苏联的这套制度 讲成是跟美国敌对的 一套制度 那么既然是敌对的双方 当然是我的好 你的不好 对 我是你非 这是必然会这样 所以我们 一直以来 我们也受到这样的一种 价值观宣传的影响 所以我们就毫无条件的 毫无准备的 去接纳西方对我们的洗脑 西方对我们的洗脑 但是 其实不只是疫情 包括国家的发展 我们来看一样的这个道理 凡是政府负起责任 来推动规划和这个 有组织的来发展这个国家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 它的发展一定是迅速的 对 一定是可观的 不只是中国是这样 非洲好像是坦沙尼亚还是什么 他们整个按照中国的这个发展 他们也是计划经济 也是这个 它的发展就比非洲其他国家来得快 来得快 那疫情呢 更是一个让我们看到 如果一个国家碰到重大的突发事件 你这个政府怎么处理 人民能不能信任政府 配不配合政府 那么这个呢 就会让你的这个处理 这个重大突发事件的 这个政治成本 经济成本 会大大的降低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 假如在疫情发展的初期 全世界各国都能够 这个用 这个 shut down 就是用什么 就是直接把大家都封城了 对 封城的方式 忍受短时间的不变 让所有的病毒 没有办法扩散的话 那么我们相信 新冠病毒不会蔓延三年 也不会到现在还在一直变种 一直变种 它也不会有变种 我们的这个可能性 不会变种 而且人类 在这个封闭期间 打上疫苗 把这个灭掉 也许它不能全部消灭 但是它的这个 疫情的状况 一定会大大的这个好转 那么人类也就不需要 受这么长期的 这个不发展之苦 是 那么 所以这个 一方面是 平时的国家发展 二方面是 处理重大灾难 或者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发现 民主政治 所谓的民主政治 所谓的个人人权 反而是处理这些事情的障碍 障碍 它不能把 那么今天世界上 真正的发展的国家 其实不到二三十个 对 绝大部分国家 都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他们是要西方的那种 这个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的民主的发展 还是要学 中国大陆这种 这个 非常有效的治理 让国家 很快速的 能够 这个赢得别的 别人的这个尊重 那么这个是 每一个国家自己的选择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 今天的这个世界 绝对不是 所谓的民主跟非民主 两种制度的选择 也有可能 变成是 治理和 治理 这个治理不好 或者是 这个叫 good governing 或者bad governing 就是善治跟恶治 之间的一种选择 也有可能 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是 就是大家现在都在看 这个未来的 这个世界的格局 到底要怎么走 究竟是呢 还是活在过去 美国所讲的那种 民主对上专制 还是良治对上二治 这两个不同的一个阵营的选择 但我想一般的这个发展中国家 应该都会希望我们能够过的生活 可以像欧美国家一样好 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永远都是活在一个 开发中的一个状态 非常感谢这个杨教授 今天来我们野里做客 帮我们深入的分析 整个三大倡议 从背景到发展 然后甚至到他如何去实践 都帮助一个深入的分析 谢谢教授 谢谢 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 拜拜 谢谢 谢谢